来 吉祥如意 那我们继续讲正应第二 就是上一次讲到一到十四 今天继续讲 所以在我们的命主 什么叫命主一定要记得 命主 来 这个就是自己 这是原神 这是命主 这个地方 orange color这个地方 就是代表我们的命 我们一辈子的五行属什么 第二个青色这个地方 是代表你是几月份出生的 一个人好命不好命 苦命疾命 从哪里看起 我们叫做命始之处 就是开始的始 不是死亡的始 始 命始之处 开始在哪里开始呢 就在月份开始 月份开始 所以我们说无月 无月 不能论死 就是 不能够有开始 那么 无时呢 不能论死 就是死亡的死 好 来 所以一定要知道 你是什么月份出生的 那么有些人说 这个命盘我没有 没有的话你可以买 可以买 怎么买呢 很简单 怎么买很简单 就跟我们的助理说就好了 六四四三二一三七 这是我们的前台号码 不是助理的 六四四三二一三七 是前台 然后从前台那边 你可以告诉他 我不认识任何助理 你可以介绍我一位 他就给你他的手机号码 但是你也要提供 你的手机号码 然后我们会叫助理打给你 那么你就能得到 助理的号码了 好了 昨天我们讲14 今天我们讲15 第15 今天继续讲正硬 已经讲了偏硬 已经讲了比肩结财 现在我们讲正硬 总共有十个神 大家在这个时间 在这个时间学识神 一定要把十个神 给了解清楚 反正我都有放在Facebook 那么大家可以学得很精 听得很清楚 有什么帮助呢 帮助可大 那什么帮助 当你对识神 了解得非常清楚的时候 那你就能够论命 就可以开始论命了 那这个基础打下来之后 说什么都是方便的了 说什么都是容易的了 基本功 所以真正的基本功就是实神 实神就是我们的基本功 第15 应运逢财 什么意思呢 首先一定要懂得 一定要懂得 什么叫做运 什么叫运 什么叫住运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年 你看我的笔 从上到下 年 月 日 时 我们每个人 在什么年龄 走什么运 都要看这个 八字是总论 总论 那么 你现在几岁 那我现在是 十岁 是不是就 看这边呢 那肯定是 但是我现在是 三十二岁 是不是看这边 不一定 有时候是看这里 所以一定要看你是几岁 他呢 这个人的八字呢 是从五岁开始 所以一个宝宝 刚出世 一岁两 要看他什么时候上大运 没有上大运的时候 就要避记很多很多的东西 一旦上了大运之后 就像是一个宝宝 他刚出世 你不可能给他吃鲍鱼龙虾 不可能 你也不可能给他吃好料 你就给他吃什么呢 奶粉 所以一旦上了大运之后 就是我们俗称断奶了 断奶了 可以吃粮食了 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 所以除非是小孩 小孩刚出世的 一岁两岁 所以我每次在取名的时候 跟父母都说了很多话 就是这样 都说了很多话 有些父母就觉得说 为什么我的第一胎 没有说那么多 那个老师 没有跟我讲那么多 有些时候 很多老师 他们个别的老师 有个别的性格 有些老师就是 你给我取名 我不多话的 我就这样大概的 跟你说一下就好了 有些老师 甚至连面都不见你 他们有他们个别的作风 不可以拿我的作法 去跟别人的比 那不行 我有我的作法 我有我的作风 别人有别人作风 都不一样的 都不一样的 所以要看几岁 几岁 除了小孩还没上大运 不能看这里 其余的都要看这里了 看几岁 看几岁 那么第一 这种 如果我今年是26岁 26岁 当然你就要看这里 你就要看 那么多个字 你不看 你就看这个字就好了 那我今年是37了 37 35到44 44看这里 那你就要看这边了 看这边了 是这么看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老板了 我们这十年了 老板的名叫正印 那么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就是 另一个十年 就是这里 比如说 你现在在走 28 28你看这里 你就把这个字 正印和这个字 丁写下来 然后呢 再看看这里 刚才那个是25到34 我今年28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不是25到34吗 所以把这个老板写在上面 把这个抄在下面 中间 因为现在你在走25到34嘛 然后再把 今年 今年2030年 我再把这个 写在 这里的下面 就这样子 比如说这个是34岁 28岁 我就把这个写在这里 所以就变成一层 两层三层 那你就可以开始论了 所以啊 所以要记住 什么叫运 什么叫运 有三个 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什么呢 你现在在走什么运 你们要写下来 请问 你自己 你现在几岁 第二个 你现在在走 天干运 还是地之运 上面这个 还是下面这个 上面这个 还是下面这个 第二 你要看几岁了 第三 你现在走什么十年 十年什么运 第三 第四 今年流年和多两年 你的运势 在走什么 都是抄下来 所以一二三 这样抄下来 你 这个步骤 对了 什么都对了 好了 我们说15 应运 逢财 就是我在走 应运的时候 正应运的时候 我的命格 逢到了财新 进来了 我走应的运 25到34 我走应的运的时候 或者什么时候 我走应的运的时候 那么 有财新进来了 那是代表什么呢 自为难 自为难 什么意思叫自为难呢 很多时候 你在那一年 都会处在为难的角色 为难 这样也不行 这样也不行 就像是一个 一个 大人 一个当官的人 要判他的孩子 死刑 这个好痛苦 为难了 是这个意思 多处为难 当然你要看是什么时候 你们一定要记住 十 十 十很重要 就是他在什么岁数 如果他今年六岁 你说他什么为难 那就不对了嘛 那你的孩子 这个上小一很为难 那就不对了嘛 那你就要改 因为看年龄嘛 对不对 那你不能说他小孩子为难了 那我应该怎么说呢 如果是小孩子 就学习有障碍 就是不易教 不容易吸收 不要超之过急的去教他 叫劝他母亲这样 他不容易吸收 不是笨哦 他不容易吸收 刚刚接触 不容易吸收 过两年级 或者一年级 半年 或者两年级 他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应该怎么样说 为什么呢 硬是学习嘛 是吧 硬就是学习 逢财就是阻碍 逢财就是阻碍的意思 要记住这个话 第十六 如果我在走应孕的时候 应到孕 女命有儿女 就是女孩子 比如说这个人是女孩子 他在走应孕 所以女孩子们要注意 所有女人要注意 跟男人不一样 女孩子走应孕的时候呢 你直接论什么 儿女烦恼 有儿女的烦恼 儿女给他不少烦恼 但你也要看他几岁 他今年才十五岁 他走的是什么 那应孕 他十五岁 儿女给你不少烦恼 哎呀 那怎么说 十五岁的人怎么算命 我就不明白了 他十五岁拿着他的八字来 师父跟我算命啊 那不可能嘛 对不对 那肯定是他妈妈 拿着他 那你就要说什么呢 这儿女啊 给你的烦恼蛮多的 你这个孩子 而且是个女儿嘛 这个女儿给你的烦恼蛮多 那么如果说在死 女孩子最怕死有应了 最怕了 最怕了 为什么呢 儿女带给你不少烦恼吧 哎呀 这就是准哦 哎呀 是啊 这样子 那怎么说 那你应该怎么回答他 让你的儿女 去做他的吧 让你的儿女 去做他喜欢做的吧 啊 这样子啊 所以呢 如果你的八字里面啊 印在这个地方的啊 在十啊 年月日十 十的这个地方啊 印心啊 记住了啊 啊 不要骗自己了 不要帮你孩子雇孩子 明白吗 等他长大一点的啊 比较好玩的时候 长大一点 十多岁才交给你吧 哎 这样子 好 或者呢 你的孩子啊 最好 有空来多看看你 跟你住在一起 我觉得 还是叫他们出去外面住 是符合你的心的 好 来我们继续 第十七 如果 我走 应运的时候 叫利在 应 就是 我走应运的时候 流年走应运也好 这里走应运也好 记住 自离小人 小人会来 离开小人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啊 小人啊 会笑咪咪的 来找你 小人会笑咪咪的来找你 你要离开他 啊 第十八 应 一旦看到我们走应运的时候 啊 明人心也 啊 你太懂人心了 你太懂你的朋友的心 当然是朋友 那陌生人 你怎么可能懂他的心 你太懂你的朋友的心了 啊 你太懂你妈妈的心了 硬 啊 硬 那你说 懂人家的心好不好 你们认为呢 名人心好不好 不好 为什么不好 你要体谅他 你说为什么好 那帮不到呢 对了 对了 这句话就对了 听到吗 就是知道人家心好啊 不好啊 好不好 到最后呢 你会忍不住去帮他 那么帮得到忙 帮不到忙 麻烦了 所以啊 自寻烦恼的时候到啦 注意啊 啊 我们说点到为止 哎 就是这个意思 啊 当我们走应运的时候 哎 今天什么年啦 2021年 我就有没有硬啊 哎 有硬 有硬怎么样呢 点到为止就好啦 第十九 硬 重视 啊 他很重视什么 就是他比较重视呢 在思考 他非常重视在思考 他思考能力非常 非常的丰富 那所以如果在这个地方有硬啊 那还不错 那你思考能力丰富嘛 那还好 就是很多东西 我们都要多想一想嘛 但如果硬在这个地方的话 那老来还要什么思考能力丰富 那简单一点反而更好 或者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就不好嘛 所以要看在什么时候出现 因为这个硬啊 是 很多事情 他都以思考来 就是很重视那种思考 比如说 你 你的老板 在走应运 你就惨了 为什么呢 思考力丰富啊 但我们工作就工作嘛 我们还要想那么多干嘛呢 对不对 就是工作就工作 你还想什么 对不对 那你的老板想多 你说你做的会少吗 就是这样子 要看 再来 20 不是 还有啊 19 除了思考力丰富呢 也就是爱胡思乱想 爱胡思乱想 所以正应的成绩考得不好 绝对不是因为他不用功 反而是太用功了 太用功了 我经常啊 都跟正应的人 做了这样的比喻 我们拿一把枪 对不对 在aim我们的target的时候呢 描 OK 蹦 就去了 不要描得太久 描得太久怎么样 你会看到两个target出来 我希望你们能明白啊 第二十 正应出现 微病之福 正应出现的时候呢 那些小病痛来了 就是以前没有去注意的病痛都来了 所以啊 女孩子啊 正应啊 来的时候你很麻烦 就比如说你生孩子之后 没有好好的照顾你自己 那就很多问题就来了 又再来了的意思 二十一 应出现 明依已辅沉 也就是说我们的运势里面 运势里面 这个不是这里 不是这里了 是我们的运 我们的运 我们的运呢 有应出现的时候 然后我们去寻访医生的时候呢 会有好的医生来帮助你 而且这个非常灵验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遇过不灵验 所以有些人说 师父啊 我什么时候啊 我想要去 去做一个身体检查 那什么时候 那你就选择你的正应出现的那个日呗 十到不用了 就是那个日 那你遇到的医生 十之八九都是不错 记住啊 第二十二 应能逢凶化极 应是一个能逢凶化极的心 正应是一个能逢凶化极的心 一旦遇到正应的时候呢 大致上啊 我们的事情都很容易就摆平 比如说我们不小心有车祸 硬出现了 都是你没有错 别人错 那是硬出现了 他撞了你了 他错了 是这样 逢凶化极 再来 第二十三 生日当天逢正应 这个大家要赶快写下来 生日当天逢正应 要在 每一年 每一年的 这个农历 就是你今年生日 今年的农历 今年的农历 听清楚啊 不是英文的啊 华人的啊 生日当天 你的生日的那一天农历 你遇到了正应心 比如说 这个人 这个人 生日的那一天 农历啊 生日那一天 刚好是丁日 对不对 丁日 那就是正应啦 那就是正应啦 正应日啦 怎么样呢 好不好呢 如果 比如说这一天啊 是正应日 对不对 是 这个丁日是正应日 那这个是天嘛 上面这个字啊 正应啊 在上面这个字 叫天 叫天应 那代表什么呢 顺利啊 代表顺利 歇下来的日子啊 是比较顺利的 如果遇到这里呢 这里有 这个日子 这里有正应呢 那个叫做地应 谋事成功啊 找工作啊 没问题啊 可以找到工作啊 但这个有时候也麻烦啊 我们这份工作做得好好的 别人介绍你另外一份工作 也是一些麻烦事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 不错 所以上面这个代表顺利 下面这个代表呢 谋事成功 做事成功 写下来啊 要写下来啊 这个重要啊 第一 找你的农历生日 第二 找一找 今年是 什么时候 第三 今年那个天干地支的生日 农历的生日 里面有没有正应 有 是上还是下 上 顺利啊 下呢 工作顺利 或者谋事 我们说的是正应 我们说的是正应 不算偏应 算正应而已 二十四 年柱正应不论财富 这个我有说过 年柱上面这个有正应 我们不能够 把这个 说成是 有财富啊 发达咯 你 不行 Can not say that Can not say that OK 好 记住 二十四啊 所以 年柱有正应的话 你不可以说他是 有钱人 什么 不要说这些 不要说这些 好 二十五 月柱呢 这边有正应呢 要说什么 月柱应 正应 事业净 就这个人的事业有进步 这个人的事业不错 在日 日 在月 你要懂的 所以印在不同的地方 论不同 所以啊 这个不是运 这个不是运 这是一个命 命 正应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不要说他有富贵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但是要记住 在这个地方呢 在这个地方就是 母亲对他的影响力会比较大 母亲对他影响力比较大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就是他的月柱嘛 月柱应 事业净 要记住 写下来哦 你别 嗯嗯 哦哦哦 要写啊 要写啊 要乖啊 要写啊 来 二十六 二十六 正应在日 哎 正应在这边 那说什么呢 哎 我的声音就在这里 来师傅你说一下啊 好 那正应在日 谈难命 七好 谈啊 谈难命啊 在日啊 谈难命啊 这个这个七好 就是你的老婆好了 你的老婆好 好 女命呢 女命 夫顺 夫顺 老公 老公顺 老公顺 什么意思 来我这边 我要稍稍地解释一下 就是 男人啊 这个地方有正应啊 你要记住男人 这个地方有正应 你的妻子用心了 你的妻子不错的 你别老看不到她好 懂吗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现在啊 所有男人的八字有这个啊 有一个八字在那边啊 我告诉你 她的嘴巴啊 是 是 是 下来的 她的嘴巴是下来的 好妹 不准啊 好妹 她好妹 你试试看在你老婆的旁边讲 是不是 好妹 其实是代表老婆好啊 你还要做吗 还要嫌什么 这样子 那么女命呢 我的是女 我是女的 那我这边有正应 那怎么样呢 夫顺 就是 你的老公啊 顺着你 如果不顺着你呢 不顺着你就惨了 那日子不好过了 夫顺 但是啊 有条件 切记 什么条件 身弱 第一啊 第一啊 身弱 你的身要弱 我再重复一次 男人的八字 这边有正应 代表妻子很好 但是你要身弱 你要身弱 那我怎么知道 我的身强还是弱 我怎么懂啊 来 看这边 没得说 没得逃避 不用学 这边直接给你看 我不是鼓励大家懒惰 你明白吗 现在什么时候了 2021年了 还要学什么 快一点知道了 那师傅啊 这个为什么会知道 身强啊 身弱啊 那可以慢慢教 但是真的 花很长时间 那么花了长时间 你还不可能会懂 倒不如呢 直接买这张就好了 是不是啊 所以 身弱 这个是身强 看到吗 这是身强 看到吗 身强 所以如果这个地方 有正应 身是弱 他写身弱 或者偏弱 老婆好 男人啊 老婆好 女命呢 如果这个地方有正应呢 女命呢 是不是身弱 是 是身弱 那代表什么呢 老公很顺利 偏应呢 也不错 偏应也不错 但正应比较好一点 正应比较好一点 所以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身弱 第二个呢 不可被合去 有一点点深了 就是在这个地方 他不可以被合 他不可以被合去 比如说虚 虚遇到兔的话 兔子月 或者那就会被合去 合去的话呢 那就 不是刚才所说的 老公好 老婆好了 不是啦 被合去的还好 什么好 对别人好 被合去就被对别人好 如果合来这边的话呢 合来石这个地方呢 对朋友好 合来 这个月这个地方呢 对自家兄弟姐妹好 所以我们经常都有听到 女孩子说什么 我这个老公啊 他自己的朋友啊 就是朋友 他的朋友说的话就是话 我的话是废话 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话 还有呢 有没有听过说 哎呀 他的兄弟姐妹啊 他都是为了他兄弟姐妹的 哎呀 你看他兄弟姐妹都不为他 他还是为他们 哎 就是这样子的八字啦 二十七 二十七 十柱正义 哎 十柱正义 好 就是我这个十啊 有正义 看到吗 这叫年月日时 这个叫十 十柱正义 那十柱正义代表什么呢 那你要看 十柱正义在上还是在下 在上 那在上 十柱正义 第二十七 十柱正义在上啊 叫天硬 天干嘛 天硬 那天硬叫什么呢 儿女远行 其实啊 是说儿女住的比你远 跟你比较远 但你很自在哦 你很开心哦 那如果在底下呢 那就硬到下了 硬到终老 明白吗 这个地方是硬就麻烦了 就硬到终老了 儿女无缘啊 最怕 女人啊 最怕 这个硬在这边 这个最怕 你们记住 学算命 千万千万不要改造他的命 为什么呢 硬在这个地方 你看 人啊 年月日时 来到这里啊 就是他的忠 他的死啊 就看这个地方 已经有偏硬了 已经有硬了 你还叫他说 要多跟孙在一起啊 要多 要多跟孩子在一起啊 那 那你就逆天而行了 我不这么说 反而我觉得 自由自在 方为乐 富贵荣华 这富贵荣华没用啊 死不带去的 正义的人 你这样跟他讲 他爱听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什么都没有 谁能带来呢 谁能带走呢 正义的人就说这些话 所以要记住啊 第28 硬格不论男女晚年 OK 什么叫硬格 来跟你们说一下 硬格 就是上面有正义 下面有正义 这一条就叫硬格 上面有正义 下面有正义 这条叫硬格 上面有正义 这边有偏定 不叫硬格 不叫硬格 一定要 我的观点 一定要强制的 规定要 两个都是正义 上下都是正义 这是我的观点 所以28 硬格不论男女晚年 劳碌命啊 就是硬格的人啊 通常我看到这边 有硬啊 这样子的人 我都会说他们 你晚年啊 就是不用晚年啊 你这辈子都是比较操劳的 那这个可以改吗 我觉得可以 怎么改呢 在中年 成年中年的时候呢 敢敢的拼 好好的做 制定在晚年的时候呢 休息 制定在晚年的时候休息 好好的修一修 要不然呢 就要在棺木 好好的修一修了 历程不一样啊 所以他们就会 哎 有道理 放心 正义的人 你可以跟他谈 死后要怎么样处理你自己 正义的人可以 因为 生老病死 对正义的人 是一个 是一个 不能改变的 是一个过程 29 日下 日下 当你们听到日下 就是这个叫日 年月日 这个叫日 日的下面是这个 叫日下 29 日下财印 哎 就是有财 有印 这个有印 没有财了 我们说日下财印 就是我的财和印在一起 叫日下财印 婚后 相可 我们说的就是正印和正财 听到吗 我们说的是正印 正财 不是偏财 不是偏印 婚后克服 婚后克服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你的婚姻 不是克服 对不起 是婚后相可 就是男女都是相可 为什么相可呢 你有你的说法 我有我的说法 那叫相可 你有你的说法 我有我的说法 我就打个比方 这么说 听清楚 这个印 和财 在这个地方 财呢 会跟正财 会跟正印这么说 你太不切实际了 会跟另外一半这么说 你太不切实际了 我觉得没有一个男人 或者没有一个女人 喜欢听到人家说这句话 那么 那是财对 硬说的 那么 硬对财说呢 你做事 能不能够 多想一想 能不能够用脑 我也觉得 没有一个男的 或者一个女的 喜欢他另一半 对他这么说 他就这方面的问题 就是 爱还是爱的 但是他就不太喜欢 他的behavior 是这么说 所以大家要明白 能消化 我觉得大家应该是 很能够消化 非常能够消化的 我觉得 我觉得 你们应该是 很能消化的 讲到29 讲到29 所以大家要明白 实事求是 是吧 所以很多人说 学看命 最不好 为什么不好 因为不能帮自己看 胡说八道 看命第一样 就是要帮自己看 你把你自己看清楚了 你满意吗 不满意 改 有不好的 改字 无则加免 有则改字 无则加免 这才是命运 是不是 那为什么我们要学呢 为了我们身边人 但是第一步是先为自己 比如说 我们现在在一个朋友的旁边 我们跟他说 你看 我这个印就比较多 那正印多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要记住 你是一个 不能够 如果我们看到 我们孩子的正印多 孩子正印多 你一定要灌输 他很多的 这个 学问 要不然你就害了这个孩子了 那你看到 你的孩子的偏印多 那你就要让他有一点 这个 比如说 让他去学永春 所以一个八字看起来 你就会知道说 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帮我的孩子 那么也有什么呢 也有正印和偏印两个餐的 简单说了 就像是一个博士 一个博士 博士 硕士 他就帮人家算命 那就低旧了 那真的是低旧了 一个法律读到非常非常高的 几乎就是一个法财了 他去做一个警察 或者做这个当兵 可惜了 一个学厨师 日本餐 做日本餐 学刀法 学切鱼片 鱼丝 这些 这个大厨 日本的大厨 最后跑去 开咖啡店 还不卖日本餐 还卖咖啡 哎呦 就太 太 太糟了 是不是 这个就叫什么呢 正印与偏印混杂 正印与偏印混杂 女孩子呢 女孩子怕 这个正观和气煞混杂 有些人说 女孩子如果正观和气煞混啊 混得很乱啊 天干啊 也有啊 地支也有啊 混得乱七八糟 正观气煞都乱七八糟的 这种女人啊 很多很多时候 很多很多的老师 很多很多的书本 会说 这个女的很随便 很随便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我否定 我只能说 这个人 他不会抓住 他本身自己的感情路线 他不会抓 是不是代表说 见一个就爱一个 不是 他比较 运气啊 爱情运 没有那么好 为什么没有那么好呢 比较 每次都会遇到呢 比较懂得怎么样去 爱一个女人的男人 他比较容易遇到这些人 所以他的缘分好不好 好 所以你要教他什么呢 要教他 怎么样去查研观测 怎么样去细细的去 观 去认识一个男孩子 所以很多看到 观测 混杂的话 就说 哦 他的人很随便 不可以这么说的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要记住 要记住 我有一个顾客 是做补习老师 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做 他的八字啊 跟儿女没有缘的 那么他那时候就说 他要做补习老师 我都觉得很奇怪了 你喜欢孩子吗 他说喜欢啊 我喜欢教课啊 喜欢教学啊 喜欢教学是真意 那为什么你不去小学 那些地方教呢 他说不喜欢 我是比较 因为小学的老师压力大嘛 他喜欢去这种 这种幼儿所啊 这些来教他们 那个其实 比较起来的话 也是有压力的 但是我觉得 他已经在走上什么呢 走上他以后 会不喜欢小孩的路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 学一个八字 你要懂得这个叫住 然后每一次 你在走什么运 第二个呢 你一定要懂得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就是大运 管这是十年 管的是十年 你一定要懂这个 第三呢 如果这边有黄色的 青色是大运 黄色的呢 黄色的是流年韵 你要记住 只要你记住 那就没事了 只要你记得住 那你算起命来 准确无比 但是要记住 我们算命啊 准啊 根本不是在话下 准了你会怎么样 比如说这个人的八字啊 是应该是会离婚的 一个八字 然后呢 他说你 哎呀师父啊 那怎么办啊 我真的现在在搞离婚 怎么办 命注定啊 那你就别算了 是吗 那你就别算了 算了也没什么用 是不是啊 所以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一个人要控制他的命 你就要知道 命经常去什么地方 命经常去什么地方 经常接触什么人 如果这个命 经常接触 天天喝酒不做工的人 那你说 他天天接触这些人 这个命会怎么样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 他怎么样改变 有没有人注定这样 最后改变了 有了 多得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人注定 成一万富翁 最后呢 一 无所有 所以 有人注定 一无所有 最后成一万富翁 有吗 有啊 因为他具备了什么条件 具备了风水 运 命 一命 二运 三风水的条件 所以 了解命啊 从自身开始 运呢 一定要看周围 周围的朋友 周围的六亲 很多人的运不好啊 不是自己的运不好 而是被朋友 被六亲 被另一半 被子女 被身边人 搞得不好的 很多都是这样 不是自己的不好 啊 那 风水呢 风水扮演着非常大的角色 因为 风水 就是 我们每次手机啊 手机用完 那是不是要充电 是 家就是我们的充电之所 家就是我们的充电所 如果你回到家 还不能充电 那你这个电话 迟早就坏了 经常卡机 那回到家 怎么充电 哦 我知道 好好的睡觉 那不叫充电 那叫休息 充电是什么呢 跟家人要接触 多了解你的孩子 多了解你的另一半 最近怎么样了 好久没有关心你的朋友了 你的 好久没有关心你的同学了 你同学上一次说 要买一辆自行车 有没有买啊 你看 他上次说的话 你还记得住 老婆啊 今天我会打包 一个某某什么什么 给你吃啊 你上一次说你要吃啊 今天你少煮一点菜啊 或者老公老婆 两个都忙 对不对 孩子在家 然后呢 不如就帮孩子 跟孩子一起 做一点东西 做一点东西 最后呢 做来吃 或者是 新加坡好像没有 但中国有 就是啊 他们做那个饺子 做那个馒头 一起 一起在那边揉 这个就是什么 这就是 回到家要充电 这些都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回到家不充电 以为充电就是 要回家 睡觉 不要在外面鬼混 不是这个意思的 不是这个意思的 所以在家 好好的把电给充满 例如 一个男人出门 或者一个妈妈出门 孩子说 妈妈或者爸爸 加油 你知不知道这句话 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他的电啊 满满的 满满的正能量 爸爸妈妈加油 当爸爸去找工作的时候呢 去应征的时候 爸爸你行 那种感觉你知道多好吗 那么妈妈呢 老婆今天又要辛苦你了 在家做这些东西 你知道这些充电啊 能够把老婆的那个电力啊 充到爆 但是通常都是被气到爆 去 为了一点点几毛钱啊 去跟巴沙的人讲价 鱼呢 家里就是那么吃那么一条鱼 他在巴沙差不多挑了 几个小时的那个鱼 几个小时就夸张了啊 就大概十多二十分钟的鱼 就在那边按来按去 跳来跳去 Auntie啊 不要跳嘞 哎呦 这样按啊 哪里有这样按的 看眼睛吗 为了这鱼受气 买了一点菜 回到家呢 又要杀 又要洗 又要怎么样的 然后呢 煮了之后呢 今天不回来吃饭 我有你说那个心情 所以八字是什么 风水是什么 就是相处之道 不是跟别人相处 是跟家人相处 一定要懂得这个原理 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 你学八字才有用 会把我们的日子过好 那就是 哪怕 我们迟早都要面临死亡 死得安详 去得舒服 这个才是重要的 千千万万不要 打自己的嘴巴 什么叫打自己的嘴巴 哎呀 很难的啦 那种叫打自己的嘴巴 当然 你可 手是你的 脸皮是你的 你可以打自己 但你不要去打别人 什么意思呢 哎呀 你们这样很难的啦 我告诉你 很难的啦 你自己难 你还要跟别人说 它很难 你说 你觉得这个炒饭不好吃 对不对 那是你的事 你还要叫别人不吃 哪里可能像师傅 你讲的那么容易 那就惨咯 那就玩咯 是不是 所以啊 有时候 一定要慢慢来 不要急 欲数则不达 是不是 欲数则不达 要记住